未免之路开启,朱婷20分瓦基福夺欧冠开门红,意外之人获最佳北京时间11月23日凌晨,2018-19赛季女排欧冠联赛正在打响,瓦基福银行首轮主场面对德国司徒加特队,以3-1迎来开门红,朱婷首发拿到20分,新赛季欧冠首秀。 本场瓦基福银行排出,了目前的最强首发,主公朱婷、罗宾逊、副公拉西奇、泽赫拉、接应斯洛特耶斯、二船奥兹八一、自由人奥格,这也是新赛季四大万元首次同场,斯图加特队中有5名美国球员,包括美国国家队主公威尔海特,首局银行开局6-2领先,此后迅速将比分拉开, 随着朱婷进攻命中,125-13先下一程,1-0,也许是首局的轻松取胜让银行有所放松,第二局他们开局就以0-3落后,此后一直苦苦追赶,但事物较多,局莫银行终于将比分反超为20-18,但随后一传出现波动,斯图加特打出一波7-0,125-20拿下,1-1, 第三局银行重整旗鼓,以25-19拿下,2-1,第四局银行开局又有波动,一度以8-11落后三分,但后半段发力将比分拉开,最终,25-17大胜,3-1迎来开门红, 本场银行三名首发边攻守军得分上双,斯洛特耶斯42扣,19中4发凯下全场最高的23分,朱婷34扣16中1篮3发得到20分,罗宾逊25扣12中3篮1发得到16分, 作为朱婷本赛季的对角,一向进攻较弱的罗宾逊本场的表现令人惊喜,他也被评为本场最佳球员,赛后罗宾逊表示,欧冠的每一场比赛都将是艰苦的,我很高兴能参与其中,我为我的队友感到骄傲, 古德地赛后表示,我们的对手今晚表现得相当不错,比赛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困难,我们的团队现在并不完美,一些球员刚从日本试锦赛回来,同时我们还要为试举杯做准备,但即使不完美,我们也要尽量打好比赛,同组另一场比赛, 法国杯几页主场3比0战胜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,暂时利亚瓦基福银行排名榜首,欧冠小组赛赛成较长,第二轮将于12月20日进行,瓦基福银行客场挑战普罗夫迪夫